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问题 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 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是我们的立足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给美利做出的战略选择 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信愿 新型国际关系新在合作共赢 强烈把本国利益同各国共同利益结合起来 努力扩大各方共同利益的会合点 不能这边搭台那边拆台 要相互补台好戏连台 要积极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 摒弃你输我赢赢者同时的旧思维 我们知道处理国际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博弈 博弈可以分为零合博弈 复合博弈与正合博弈 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追求的是其中的正合博弈 全新化时代国一国相互一团空前紧密 利益共生不断生化 面对挑战没有一国能独善其身 需要各国同舟共济 这是提出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时代背景 1967年加拿大传播学家 麦克罗汉在其《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一书中 首次提出了地球村这一概念 在当时地球村只是一种理念 而到了现在地球村正在成为一种趋势 在当今世界上 同胎责任 共享权力 建立起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 伙伴关系 符合人类共同利益 世界长期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 越来越富裕 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 因为只有各国共同发展了 世界才能更好发展 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推动 建立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呢 第一 要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在 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 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 正式上要树立 建设伙伴关系的新思路 超越传统国际关系 或是结盟或是对抗的怪圈 组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 结伴而不结盟的新路 经济上要开创共同发展的新前景 各国应树立利益共同意识 在共同发展中寻求利益最大公优数 安全上 要营造各国共享安全的新局面 进一步摒弃能战思维 树立共同安全 合作安全 综合安全 和可持续安全的观念 走出一条各国共建 共享 共赢的安全之路 文化上 要形成 不同为民 包容互建的新气象 不同文化 不同为民完全可以做到 病育而不相害 平等相待 而不是聚构流泻 相互欣赏 而不是相互扁嘴 彼此包容 而不是相互排斥 第二 要坚定不移 在和平共赏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 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 第三 要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第四 要加强社外法律工作 完善社会法律法规体系 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 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 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 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各国人民应该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 1957年 毛泽东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 在苏联莫斯科参加 世界共产党共产党代表会议 其间 各党在国际形势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重大问题上 发生了严重分歧 在闭幕会上 毛泽东发表了即兴演讲 他说 我们开了两个很好的会 大家要团结起来 这是历史的需要 中国有句古话 两个泥菩萨一起打碎 用水调和 再做两个 我身上有你 你身上有我 此语听到了很多听者 这段话的大意 原字 原代散曲 我龙磁 四 说法大家 赵孟富的夫人 管道生所作 我想 这段话 也适用于 与合作共产为核心的 新型国际关系 只有 我身上有你 你身上有我 中国的外交和国际战略 才能实现 合作共产 才能实现 持久和平 1990年12月 著名社会学家 费孝通先生 在自己的 八世寿臣聚会上 依偎深长地 讲了著名的 十六字真言 这十六字真言 同时 也可以看作是 以合作共产为核心的 新型国际关系的 极佳说明 让我们记住 这十六个字吧 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 野生 对 ут 消灭 均 野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